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說收到600萬廣告和頻道管理費 決定向員工發放11月一半的薪金 而新聞報員工就說不滿公司沒有明確交代其餘欠薪 和日後出糧的安排會繼續施壓 秀之榮報導 距離出糧限期還有兩天 亞視管理曾決定先向員工出一半糧 過去幾日假期黃晶先生就努力奔走 亦都打了很多電話 令到我們有一些預收款和應收款順利收到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發放11月份 我們員工的一半的人工 葉家寶說款項大約有600多萬 涉及廣告收益和頻道管理費用等 預計員工星期二會收到錢 又說有客戶想買多些廣告 幫亞視度過難關 但最重要的是蔡顯明一方盡快住資 亞洲電視在這個時間 依然是一個去到一個最後的關頭 每一個人都是發出一個 被迫發出一個最後的敲聲 我在這裏再次呼籲我們的股東 是可以真是 注資亞洲電視 特別是 這次官司勝訴的蔡家 新聞部員工就說 雖然收住一半欠薪 但仍未放心 會繼續向資方施壓 那剩下半個月 11月份量 怎樣呢 未來應該後日出12月份的量 又怎樣呢 即公司如果是 沒有一個 很準確地說 以後的出量安排 我想員工都很難說 會 放鬆 羅佩琼說 新聞部稍後會開會 商討縮短新聞時段的細節 和統計多少人會在31日出量限期後自動離職 NOW TV記者受節目報導